大家好 我是阿K 今星期終於來到季尾薩科戰 之前提及過今季英招的護級形勢比榜前列形勢更刺激 愛華頓在週中對戰水晶宮 落後兩球情況下 最後竟然可以連追三球神奇反勝 最後他們都能夠搶到救命的三分 所以現在他們已經是救分 提早宣布成功護級 至於班尼和列斯聯 因為兩隊暫時都是同分 所以就要鬥最後這場比賽 才知道哪一隊可以成功護級 而班尼因為他們有教階得失球差 只要他們在最後這輪比賽贏球 全取三分 他們就能夠確定成功護級 相反列斯聯這邊就比較被動 他們要期望班尼失分 同時自己都要爭氣 贏球得到三分 才有機會 所以我自己就比較看好 班尼可以成功護級 不知道你們有比較看好哪一隊呢 大家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今個星期有四場深水推介 第一場是今晚耳甲比賽 拉素主場對維羅納 主隊拉素積分榜排第五位 來到最後一輪比賽 已經肯定不夠分追上前四 同時後面的球隊也不夠分威脅到他們排第五位 所以這場比賽其實都是黎行公事 我自己覺得這場戰意不一定很高 而客隊維羅納即分榜他們暫時排第九 其實跟拉素一樣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爭 兩隊風流波對賽 估計都不會激烈到哪 加上拉素戰術一向偏向角球少些 所以預計這場應該都不會例外 我自己會賽前下注 一注錢就分開兩注買 9點5、10點5勢各半注 第二場是明晚英超比賽 搬離主場對劉卡素 剛剛已經提到這場是搬離護符生死戰 戰意完全不需要懷疑 客隊劉卡素積分榜他們暫時排第十二 來到最後一場比賽他們已經無辱無求 戰意應該是及不想搬離 看回他們近況其實也不算太差 除了對曼城那場之外 最近他們的比賽失球數字都是偏少 憑搬離的攻擊能力 我相信不會太容易入球 所以估計搬離這場比賽會一直進攻 有可能去到比賽後段才能入球 所以這場比賽大部分時間 攻勢會比較多 角球應該都會偏多 但這場馬會沒有開走地角球 所以只能夠在賽前下注 加上角球中位數初盤11.5 那就有點偏高 所以這場我只會下半注11.5個角球大 第三場是明晚西甲比賽 奧沙薩拿主場對馬略卡 主隊奧沙薩拿積分榜他們排第九 近況其實是一般的 近三場比賽兩和一負 而客隊馬略卡積分榜他們暫時排第17 看看他們和排第18的卡迪斯同分 所以這場殺科戰他們都一定要搶分互給 戰異應該會比主隊高些 而主隊奧沙薩拿平均角球數都是偏高 所以預計這場比賽角球數應該不會太少 但這場比賽馬會沒有開走地角球 所以我這場只能夠在賽前下注 買回8.5個角球大 如果在其他地區的朋友 可以走地等到7.5個角球大 最後一場是明晚以後的比賽 沙蘭力坦拿主場對著烏甸利斯 主隊積分榜暫時排第17 又是護級球隊的搶分比賽 其實沙蘭力坦拿對上幾類比賽 我都有走地追他們角球大 所以現在來到殺科戰 當然要繼續追著買 日客隊烏甸利斯積分榜他們暫時排第12 又是風流波 戰異應該不及主隊 其實沙蘭力坦拿的護級情況都是比較樂觀的 預計這場他們主場出擊都會主動進攻 希望贏得到3分 最後接近這3分就可以成功護到級了 所以估計這場比賽角球數應該不會太少了 但又是一樣 這場不知為何馬會又是再一次沒有開到走地角球 只能夠在前下注的情況下 這場比較穩定 我自己只會下半注 10.5個角球大 都是一樣 其他地區的朋友可以走地等到有9.5再加1注角球大 OK 今天的推介先講到這裡 殺科戰希望大家多贏 我們下條片再見